总之流头不流发 流发不流头 四条铁律 绝不让半步 清朝与台湾的第一次战争正式结束 索图带领的满人水师全军覆没 净亏有师郎带领的汉人水师 打翻了几艘敌船 让清廷强行万尊 于是清廷便大声向外宣布 第一次台海战争胜负各半 然而连康熙自己都知道 胜败各半就等于朝廷败了 正经胜了 没办法 还得再度实行 邀请圣先前制定的平台方略 即福建等沿海继续迁接近海 断绝一切与台湾方面的消流 如此将近又是两年过去了 台湾终于顶不住了 再次提出求和 此次和谈应当反客为主 让正经派人来大陆 在福建遇之谈判 准 这次有了底气 主场来到大陆 那么康熙准备派谁去主持这场和谈呢 有四个人选 明珠 索额图 陈廷靖 姚启胜 明珠 索额图首先帕子 这两人在台湾方面已经有过功了 陈廷靖端庄老练 姚启胜 肢底即便 就在康熙犹豫时 台湾再度来信 心中表示派谁来和谈都可以 就是别派明珠就行 他上次来 闹了长公辩 双方都不好看 康熙一看信有了主意 你不是不让明珠来主持和谈吗 我偏要让他来 惯着你了喊 朝廷派谁续作招幅大致 这是朕的事 不是由正经来决定 明珠感动的那是一个劳累纵横 所有人都知道他上次去台湾和谈 那是谈的一塌糊涂 差点小命都丢了 这次是康熙有意给他机会戴罪立功 朝廷没有大臣了吗 怎么又把名向您派出来了 台湾方面出面和谈的官员叫冯熙犯 是正经的智囊人物 明珠虽说有时候脑子浑 但这张嘴可一向了得 他态度强硬 表示本次会谈准确的说 不是和谈 而是招幅 两国之间可谓合议 一国之间只能是招幅 冯熙犯也不傻 笑道 什么招幅 你看看你这助手的官兵 个个如临大敌 若非国与国 岂能有这样的压迫感 明珠顺势就开始胡扯 表示这些助手官兵 都是从你们那里逃来的 生怕你再给他们带回去 说完还不忘报上了 每个月投降人员的数字 照这样发展下去 两年以后 台湾水师就扎这算了 冯熙犯无语 还是按流程走吧 他拿出手册传达 台湾方面领导人正经 想放召朝鲜 成为蜀国 每年派使者朝拜纳贡的愿望 冯熙犯的照本宣科 明珠也听不下去了 再次强调三原则 称臣 替发登案 和上次一样 我大兴一诺千金 岂能朝三暮四 冯熙犯随即语气和缓 表示正经可以稍作让步 愿意称臣 但严平王的爵位 需要世心王替 而且不替发 不登案 替发称臣登案 三者一体 缺一不可 我说过这是我们最后的条件 一步不退 第一次谈判陷入了僵局 明珠也知道不可能以促而就 把他们的意思善报给康熙 而康熙的态度非常坚决 去发表明归属 总之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此条铁律 绝不让半步 后面又经过几番拉扯 台湾方面也一再让步 从除正经外 不限制台湾其他居民替发 到正经自己也可以替发 但不登案 到可以登案 但得三年之后再登 当然 台湾也不是光退步 他们也有要求 例如 要朝廷先发一百万两招付银 在画福建沿海的五府十三县 做台湾的良详税源 如此种种 明珠突然发现 这台湾根本不想和谈 他们是在缓兵之际 放肆 我们已经答应替发成臣了 只是稍还几年登案罢了 替发只是师之皮毛 成臣也只是口头文章 台湾的花花肠子 被明珠看得一清二楚 什么答应替发延缓登案 不过是想拖 再拖上三五年以观其变 关键 还想要福建沿海的五府十三县 做粮仓 台湾还没有归附 就要先从内陆割去一大块土地是吗 我们大清看上去很像傻子嘛 见蜻蜓言辞拒绝 台湾直接威胁 越地钱得不到回复 台湾水师奔袭沿海各省 自己找银子 只怕比朝廷给的更多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康熙现在无论答不答应 都非常难受 虽说三年近海 对台湾的经济有所压制 可人家在海上军事方面 还是强于蜻蜓的 关键是 他们准备跟之前的窝口一样 打一枪换一地 造扰游击 这是让人最头疼的 福建是迁界了 可沿海的又不止福建 还有浙江江苏甚至山东 难道全都迁界三十里吗 那不用台湾来打了 自家百姓先造反了 就在整个朝廷骑虎南下 一筹莫展之际 正在罢工的姚启盛 让李光帝代理上了个奏折 表示同意台湾的 所要福建沿海 五辅十三线的要求 并给出两点理由 第一 这大陆五辅十三线的税 是那么好收的吗 沿海多是未开化的刁民 它非但消化不了 搞不好还要被淹死 第二 想上岸收水收粮 你就得派官兵驻扎 就得派百姓 频繁往来交流 那正好 我们顺便搞一搞间谍活动 几年后台湾毕生内乱 朝廷便可不战而胜 只要台湾门户大开 正经就守不住 不愧是你要 李光帝 不过我康熙大帝 有个更绝的法子 让他顾不上戏扰内部 朕将在明年八月三十日前 完全平复台鹏今下 着冯熙犯人等 即刻反台备战 顺告正经 引颈带路 钦死 台湾方面人都傻了 本想捞点油水 结果啥也没捞到 还成功撕破脸皮 阁下您呢 还是赶快回去备战吧 顺便告诉正经 把脖子洗干净 后着 事已至此 台湾使团也只能 义愤填膺的离开福建 回岛复命 在下不明白 皇上为何把公台时辰 告诉给敌方 奴才可是敬佩万分啊 按照电视剧中的设定 康熙这叫老炮约驾 点了名的什么时候干也 那么在这之前 你只能全力备战 雇不上其他了 台湾自然也就没有精力 派人去袭扰内陆了 虽然现实生活中的 我想不明白 但电视剧中的台湾领导人 正经 确实照康熙的做了 他吓尿了 直接放弃了金霞二岛的防御 随时全部撤回 以户备大本营 既然方略再定 人才就要再度上岗了 福建三人组 姚启胜 十郎 李光帝 再度临危受命 官复原职 收台建功 就看三位的本事了 我等将联名上奏险 并立下军令状 明年八月三十日之前 必定攻克台湾 就在大家以为万事俱备 只等明年八月三十日之时 麻烦又来了 台湾方面果然不是傻子 他们才不管什么备战明年 该抢劫沿海 还得抢劫等等 这海匪的服饰 怎么那么熟悉 这他妈不是台湾的军队 这是满人的军队啊 摇甲真是人无可忍 上次你那个海战方案 就是一堆破浪 石狼 姚启胜终于和爱图石狼 撕破脸了 事情的缘由 还得追溯到 满人水师 林园购事件 之前蜻蜓的水师主要有两只 一只是石狼率领的福建水师 人员都是汉人 一只是普赖率领的洞庭水师 人员都是满人 第一次攻台战争 普赖的满人水师 因为不会游泳 而全军覆没 普赖本人命大 被石狼所救 从此归为 石狼部下 此事之后 康熙居然没有取缔满人水师 反而让普赖再度招兵 这波仍是着急了 但是 你们属下的军备 少不足一半 林将军 李光帝剥复的军备 实在太少 石狼下达的任务又太重 他们俩都是汉臣 东西自然给汉人 人家给的少 不会自己想法子弄啊 这下福建严寒的百姓 恪求遭殃了 他们对台湾的水匪千方万方 结果没想到 水匪竟然是我自己 普赖的部下 将父亲村庄洗劫一空 杀死了17名百姓 而这17人的子女 又在狮狼的汉人水军里当兵 一听父母被杀 气得心肝寸断 顿时整支部队滑遍 直接带着兄弟姐妹 跑到满人的军营复仇 双方大战 死伤惨重 姚琪胜再也受不了了 这康熙他妈的猪脑子 说了多少次了 取缔满人水师 组建大清水师 第一次攻台之前 我就上折子说了 到现在还坚持要满人水师 满人一个个永都不会游 专门活活四几人 上次强奸妇女 这次抢劫财物 这还打你妈的仗 当然 姚琪胜不可能真骂脏话 但他搜折的自理行间 还是将康熙骂的 勾斜喷头 那个姚琪胜 真狠门地杀了他 但回过头来 康熙自知没理 他知道满人不会游泳 不会水战 可他还是要坚持 要组建满人水军 为什么 大家都懂 此日朝会 康熙将这个议题 郑重拿出 陈姚琪胜 气血上陈 斗胆请撤 全部驻免 八旗冠兵 收复台湾之意 由汉水师一力称当 满朝沸腾 所有满臣皆抗议 一顿讨论吴国 事后康熙 私下找到索额图和明珠 索额图表示 此举一旦实施 将极大的损伤 满人的自尊和权益 明珠也同时上奏 说有部分臣工 已经开始弹劾摇起生 说他拥兵自重 暗藏不臣之心 最终 一番思索后 康熙折中下令 在闽八旗全部撤至 福建和江崎边境 姚启胜这边 接到圣旨并没有开心 虽然事如所愿 汉人水军安全了 但他自己 却更加危险了 当然危险的 还有同为汉人的师郎 他俩一个福建省长 先省位书记 一个福建战区 两军总司令 他俩要是造反 和当年三番造反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姚启胜是最懂 这其中的道道的 不然姚启胜便和 师郎突然吵了起来 我家真是烟无可忍 上次你那个海战方案 就是一堆破浪 要不是末将力挽狂澜 哼 这个方案 比上次还不 十郎 姚吐 你作战总督府 是就姚吐 不要干预海战 你放肆 你固执 水师有本都节制 你必须听命本都 你是毒 我也是毒 大清水师 归我管 你非逼我 上奏皇上吗 好吧 你我都上奏吧 双方作折一道次进城 满朝大气 你们看看 闹起来了吗 康熙索恶图 明珠等人笑得合不拢嘴 汉人就着毛病 窝里斗 他们才不关心 奏折上说的什么 要用怎样的战法攻台湾 以目前的态势看 两人都不能 合中共计